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 有人告诉大卫加说,亚兰与以法连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 耶和华对以撒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以法连和利玛利的儿子,是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所谋的必定站不住,也不得实现。 原来亚兰的首都市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 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连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 以法连的首都市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能站得稳。 耶和华又对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险在深处,或求险在高处。 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以撒玛利亚说,大卫家,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玛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到她懂得弃恶则善的时候,她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懂得弃恶则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的地,早已经被撇起了。 耶和华必是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以及你的富家。 自从以法连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 那时,耶和华要发丝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树地的黄蜂飞来,都要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雪里,一切荆棘篱笆中和一切的草场上。 那时,主必用大河外租来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你们的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肚,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吃到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 从前,繁重一千棵葡萄树,只银子一千社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却长出荆棘和吉利。 人上那里去,要带弓和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吉利。 从前,所有用锄头刨挖的山地,现在你因为怕荆棘和吉利,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阳践踏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